好小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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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叫什么名字我们往前走一步 大家好 我叫易卓宁 今年十岁来自山西运城 欢迎代表我们的喜欢你 欢迎 今天来我们先进会是 怕词战书现场 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想要妈妈给我点赞 想要妈妈给你点赞 妈妈平时不给你点赞吗 嗯 她就是 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讲一讲 很严格 对 她在哪方面对你严格呀 就是练习的时候 练习 练习 练习的东西跟手里的这个有关系吗 有关系呀 这个是什么 长嘴糊 长嘴糊 你平时会练习长嘴糊 从几岁开始练习的 我是从六岁 你六岁就开始学会泡茶了 对啊 为什么最开始接触这个呀 老师就发现了我这个天赋 就说要免费教我 当时老师看到你之后觉得 他是怎么说的呀 因为我也有喜欢 所以我可能就是里面做得最好 我问一下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中国的茶叶呀 对它很唯美 哎呀 你刚刚说这个喜欢中国的茶叶因为它特别唯美 到底啥是唯美 就是感觉可漂亮了 就泡茶的姐姐就跟仙女一样就坐在那块 你觉得我们现场啊 哪些看起来像泡茶的姐姐有仙气 哪些 哪些 这两个姐姐 真会说话 谁喜欢练的小美 会聊天 我跟我们讲讲你手里的这个吧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这个 有两年吗 这个刚开始练的是静态的 这个是动态的 动态的长嘴弧 你可以给我们摆几个动作吗 可以啊 这个茶叶特别好看 天哪 好像啊 这不就是一代女侠吗 哇 可以跟你们一起互动一下吗 可以啊 可不可以 来我们掌声有请三位嘉宾上来 教我们一套动作 我们就现场跟着学一学 好 笑儿这个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自己 好好一起 这不会把自己戳到吗 就学三招啊 就学三招啊 那一学就会 你 是不是 我都拿了 你 你 我都拿了 我都拿了 你 我都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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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的小卓宁难得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除了这个长嘴糊之外 小卓宁再跟我们分享几个这个茶艺里面的一些礼仪 茶礼仪对在茶桌上泡茶的人要用生长 喝茶的人就是客人客人他要回礼要回礼扣手礼扣手礼 对平背之间的话是食指和中指弯曲 哦在茶桌上扣三下的哦 哇这么多学问如果晚辈给长辈表示谢谢的话晚辈是要五只指头 哈哈哈哈不用不用啊五个手指头啊全部弯曲对 哇这个还真不知道长辈回礼的时候是食指弯曲 食指弯曲 太棒了特别有收获谢谢谢谢三位谢谢